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别使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讲下这个日本又有异象 为什么一说起日本这些现象就很担心呢? 因为你知道它以前发生过很多大事件 强震令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 也令全世界都很严重,尤其是三一一事件 想不到这次又有异象 在富山苑有居民看到很多螢光乌冊 螢光乌冊 是的,它是螢光的 冲了上岸 割浅 这些大量的凌乌冊 或者叫做凌火油 在日本 新社园 佐渡市 亦有出现 海岸 出现了罕见的 异象 有些叫奇观 集体割浅在沙滩 整片沙滩 今天早上就是淺粉红一片 密密麻麻令人想到究竟是否有强震的前兆呢? 当然也有民众看到 这种凌乌冊 在海中 其实是不稀奇的 不稀奇的 但是 这么大量 一起割浅 就相当稀奇了 那么大量的话 有人担心 会不会出事呢? 所以当地的民众 都挺害怕的 因为 你知道了 大量动物如果割浅在海滩 那就可能有大事件发生了 亦有专家说 或许 或许 可能会有 强震出现 强震出现 当然看到 今年这些被冲到海滩的乌冊 其实之前也有大 不会有数量那么大的 什么麻麻的 什么麻麻的 令人震惊 当然了 这些这样的东西 亦都是令到日本民众 就有些人都说 为什么要准备一下 会不会真的发生什么大事 他们因为割浅了 但是晚上 就是发出 蓝色的光芒 迎光蓝 当然了 亦都被冲上了 这个沙滩上面 不过 亦都有人说 因为冬天 过了 现在正直就是春天产卵期 才会出现这种 大规模的割浅事件 不过亦有民众说 是的 每年都是 这个产卵期 现在但是没有那么多 对于这种现象 其实 亦都有人说 可能是 这些凝乌冊 在靠近海岸的地方 随波逐流 因为新月大潮 搞到它迷失方向 亦都有 愚夫就说 可能是被 愚群驱赶才冲上岸 对不对 这么多 是的 是的 当然 亦都有人说 其实最多人怕 就是这个 最大获的 就是这个 担心是强震 强震 这些 这些 形乌冊 属于小型乌冊 大概就是五到六公分 上浮到浅水的地区 是不是真的会 根皮力尽 因为它力产卵 但是 因为根皮力尽 是难以回到大海 冲上去沙滩 是有的 但是 那么大量的东西 亦都是少见的 所以大家都说 很可怕 希望 不会有强震 因为你知道 那些动物 一有什么现象 異象 应该这么说 異象 那 亦都是吓坏了人 难道真的有强震 那当然 现在当地民众 都是挺深方向的 都是挺深方向的 为什么他们害怕呢 在311之前 亦曾经在附近的海面 发现过大黄乌冊 和沙滇雨冲上岸 Oh my god 还有鲸鱼割浅 三样东西齐齐 当时311就是 当然你又可以说 可能这么巧 很难说 当然 现在也有人担心 如果是的话 怎么办 因为你知道今年 自从土耳其和赘利亚 边境强震之后 大家都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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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担心的是 这种大黄乌冊 还很担心 大黄乌冊 现在形乌冊 都没有那么担心 大黄乌冊 是在水深500到1000米 很深的 如果你是大黄乌冊 或者是这个黄大雨 都是冲了上岸的话 那就令人更加担心了 因为这些是深水的 如果是深海有异动 会板块之间有碰撞 哇 那些很麻烦 碰起上来 是啊 所以令到大家很担心 都不出奇 还有海豚割船也是会这样 海豚割船也是会这样 好像来自日本 环太荣洋研究宗室的一位 风险管理教授 他叫做高桥鶴 就说 其实过去发生强震 或者是火山爆发之前 都会有不少动物的异象 这些就被称为宏观 异常现象 但是 目前 是未有科学根据 证明他们是有因果关系的 他也提出现有的科学解释 其实 近三年 这个拉尼那现象 就令到日本周边的海水温度提高 所以才令到这些海洋生物 发生了异常行为 这样说 但是也不是好事 拉尼那现象也不是好事 应该这样说 当然了 我只是觉得 都是 有些东西 有没有发觉有些东西都是避不过 我也不想这样说 但是 事实上有些东西 因为这些是 你是预测不了 地壳板块的 异动你是预测不了 日本人对于这些经验也是挺多 但是多就不代表要瘦 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只可以 是将一些房屋 弄得更加牢固 除了这样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东西 就是 好像台湾地区 它有强振之后 其实 他们的一些 叫做 申起那些 我说明申起那些 申起的 那些申起的建筑物 事实上 是防震强了很多 这是现实 这是现实 所以 大家害怕也是无可口非 我都不可以说 不用怕那么多 没事的 因为 你们都会说 暂时未有科学证据 但是 证明了也有机会 是吗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建议大家小心 好过建议大家 对了 没错了 没错了 其实见到这些东西 其实 我们的台湾都经常叫人家 要处粮 有什么 即是 怎样都好 你不要说有什么大事件 就算你平时 不知道会不会停电 你处一些 或者有时候下大雨 你不想出街买 你处一些都是正常的 对吧 所以 都是要 小心的 都是要小心的 另外 日本当然 想不到 这个 还有一件事 令人都很担心 就是 我们说的 最近 治安 治安问题 有点阻滞 其实 在 这么说 在这个 经济不好之下 日本 通缩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通胀 但是 你一有通胀 的话 就 又令到社会 不多好 对吧 所以 都是那句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我们之前说的那一节 其实 都有人留言 是心有同感 因为我们都 很多 日本的盲友 亦都说 这几年 是一样的 这几年是一样的 当然 其实 还有新闻在日本也挺震撼的 我不知道其他主持有没有说 我也提一提 就是日本 药厂员工 涉嫌 是 间谍活动 就是 遭到这个 中国的拘留 那么 日本药厂一名日籍的员工 就在中国被捕 那么 中国外交部 昨天就证实了这名 日本 公民 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日本共同社就说 原来自从2015年 不计这宗案 其实最少有16名日本公民 因为涉嫌参与 间谍活动 被中国政府拒留 那么 日本的这件事件 当然 就是关于一间厂的 刚才说过 就叫做 安斯泰来制约 这位员工五十多岁 亦被拘留 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 毛宁女士 就回答了相关的提问 因为肯定问你了 当然了 他就说 跟着你 日本公民类似案件 旅有发生 日方应该加强对 本国公民的教育和提醒 他也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所有在华来华的外籍人士 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为法犯罪者 必会被法律追究 这间日资公司 安斯泰来制约 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 但是 没有透露这位员工的职位和身份 公司发言人说 不清楚 他被拘留的原因 但是 路透社就说 这位员工是公司的高层 这样 日本已经要求中国政府 释放这名男子 我想问一下 如果有中国人 同样涉嫌的罪名 在日本被捕 中国政府叫你放你会放呢 哈哈哈 就说 日本政府一直寻求他能够早日获释 并且透过日本驻北京大使馆 向他提供领事支持 当然 这个西媒就说 为什么这位日本员工被拘留 中方为什么不充分说明 为什么不出来解释 他就解释了 他就说说间谍罪了 喂 你有没有常识 那些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 是不是应该解释 是不是出来说的 好搞笑 他们一到其他地方 即是自己 那些国家的法律意识 就好像不同了 对别人特别严 是不是 那当然了 中国在2014年 就是这个反间谍法 和2015年国家安全法 出台之后 亦都出现过一些 爱国人被拘留的案件 其实去年 亦都曾经有单新闻 就是一位五十多岁日本男性 在2021年12月 在上海遭到中国政府的拘留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从野博一当时就说 已经透过各种的渠道 向中方强烈要求 总之日释放这位男子 会持续敦促中方放任 当然了 现在就有16名的日本人 依然应该在中国 因为这个罪名 之前亦都有一名 美国企业的员工 都是受到逮捕的 都是那一句 反正你去哪里工作都好 都要守当地法律制 这么简单 好像之前的人去卡塔尔 说我为什么不可以 弄几杯 人家是什么国家 国有国法加有家规 除非你不去 去的话你就预了 我意思是预了要守法 我意思是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好,再见 再见